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车臣问题就一直成为俄罗斯的一块鲜病 因为这个车臣民族太过顽强 被征服后还不断地闹独立 不断地叛乱 为此俄罗斯那是头疼不已 每次俄罗斯都是强力大军镇压解决 但是似乎是越镇压 车臣人反抗越是厉害 总不能把车臣民族都给杀了吧 而从十八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期 这二百年时间历任的沙皇 包括苏联的那么多领导人 其中不乏英明神武的亚历山大大帝 还有斯大林 克鲁晓夫 胡烈日涅夫等伟大领导人 他们能力很强 但是却都在车臣问题上 没能找到解决办法 使得车臣二百年时间不但没有被同化 反而成为俄罗斯领土安全的巨大隐患 那么为何车臣闹独立这个问题 二百年时间都解决不了呢 其实我们分析这二百年 俄罗斯对于车臣的政策 可以发现几乎每位领导人对于车臣的处置政策都一致 那就是铁血应对 也就是车臣闹独立 那就军队强力镇压 再闹独立 再镇压 每次都杀戮很多人 而且车臣勾结外国 无二战勾结德国对付俄罗斯等 最终的下场 都是铁血的镇压政策 而且呈现越镇压 越解决不掉的态势 即使到叶利钦时代还是这个思路 这也跟俄罗斯近代三百年铁血政策有关 因为强硬惯了 认为用军事 用拳头 可以解决一切 自然就不会转换其他方式 而车臣民族又是一个欲刚则更刚的民族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二百年时间 都没办法解决车臣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了 而直到普京总理上台 这个思路才改变 普京上台后 利用军队强力打赢第二次车臣战争后 就开始扶持代理人 执行我国古代最原始的方法 以致以让车臣人自己管理国家 而俄罗斯要做的只需要控制和教化领袖就可以了 所以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后 立刻扶持车臣宗教领袖卡德罗夫 卡德罗夫死后 又支持其儿子小卡德罗夫做总统 因为得到普京的支持 卡德罗夫家族 那更是非常卖命的为普京工作 为此 小卡德罗夫在国内不断强化思想控制 控制人们思想 实行伊斯兰化 达到这一步后 就开始洗脑 而且是车臣人主动帮车臣洗脑 告诉他们 俄罗斯那是祖国 普京那是最近爱尊敬的总统 所以 短短不到二十年 车臣人的血腥基本消散 留下来的基本只有服从 而且车臣的军队和人都被迫的在教育下沦陷 现在的车臣共和国已经成为绝对效忠俄罗斯的南部磐石 而且 车臣人开始对普京对俄罗斯产生巨大的认同感 使得其发展很迅速 现在的车臣军队几乎成了普京御林军 车臣也彻底的放弃了反抗基因 因此 俄罗斯二百年解决不了的问题 普京使用了二十年 堪称非常厉害的 欢迎关注还原历史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从恐怖伊凡到车臣战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